我上一个视频说 小美被小花欺负了 好多小伙伴说不相信 说她俩一直从小长大的吗 应该相亲相爱 互相厮杀是不可能的 现在让你们看看 小美根本就没有惹她 正常行驶的时候 她拦在路上咬尾巴咬脸 咬后背 因为不是很多小伙伴不相信吗 所以我又不拦着她俩打 我让你们看看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究竟是不是小花总想冒犯小美 而小美招架不住 小美平时就是文雅的 然后温顺的 连个打架都不会 你们可以仔细的看看 究竟最后谁胜利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试试红 爱之肉 你还等着她来撞你是吗 你看她把她脸给咬住了 撕她的脸 你看你看 平时的时候一般到这种情况我就阻止了 但我今天不阻止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吗 欺负我们小美 看咬的脸 你看 我说小花最近飘了吗 这点太猖狂了 小美的毛都让她咬湿了 小美你别追的 你看她还得杀回来 你看她还得杀回来 行了别打了 打了两分钟了 你说你多讨厌吧 你说我应不应该打你吧 今天 你欺负小美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手也不握现在 你要能把手搭到我手上 我今天都能饶了你 小黄怎么跟追兔子一样追你的时候 你都不反击 你个怂样 然后现在你欺负小美 你错没错 你看她大耳朵一只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你是想在这个院子里称霸是吗 因为只要能打过痘痘 你就可以称霸了 好了 我是试试红爱吃肉 我们明天见